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洛亚报道 秦刚案再被爆料 专家吸中共恐怖蜘蛛网 中共前外长秦刚去年突然失踪和被解职 事件内幕仍不断发酵 美媒日前 在重复了秦刚社婚外情和间谍案等旧文之外 又添加了一些诸如秦刚攀上彭丽媛 和王毅是死对头等细节 吕家中国问题专家盛雪认为 一些传闻可能是添游加醋分析出来的 但中共内斗就是这样丑陋 在其巨大恐怖的蜘蛛网中 谁都难逃悲惨下场 《华盛顿邮报》12日刊发资深专栏作家大卫 伊格纳提斯的一篇文章 据称采访了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 一位跟北京有联系的前官员 还有一名外交官 文章先是提及早已被报道的秦刚 与中共大外宣记者傅小田的婚外情 傅通过一名美国代孕妈妈生下一个孩子 据称傅可能是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 她的间谍活动可能威胁到了秦 美国前官员称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此前曾就此警告中共国家安全部 但就秦刚失事的另一原因 美国官员表示 秦在外交部内的迅速晋升 引起了同事们的不满 他与他的前任王毅产生了血海深仇 据指秦刚与习近平建立了牢固的关系 得益于秦的妻子林彦的帮助 秦的妻子为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制作月饼 几乎就像他的家人一样 秦与习家族的亲密关系 可能帮助他跳过了中国常见的晋升阶梯 并在相对年轻的时候晋升为外交部长 官员因与领导人的亲密关系 升职和倒台符合政治逻辑 吕家华裔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盛雪 2月14日对大纪元分析说 秦刚案内幕一直受到热议 这次说他在外交部或急速的提升 是因为跟习近平的私人关系 他的太太能够跟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扯上关系 这种事在中共的权力结构当中 都是非常普通的 合乎逻辑 中共的权力体系 没有任何的公平公正公开 或者是任何合理合法的程序 大家都在拼关系 当中必然就充满了尔虞我诈 你死我活的斗争 其他的那些官员 或者中共的上几代的官员 很多事情都是相似的 盛雪举例说 钱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 被称为时任总理朱镕基的爱将 就是因为上升太快 在内斗中倒台 2001年 我曾经独家采访过朱小华的案子 朱小华原来是一个插队之亲 后来在上海的一个银行做小干部 一个偶然的机会 朱镕基非常的赏识他 一路把朱小华提升 朱小华在44岁的时候 是被任命为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还兼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 然后被提升为光大集团的董事长 派驻到香港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干将 可是他很快就被人从内部举报 出乐事 因为受贿罪被判了15年 朱小华1999年被调查 2002年8月获行15年 其期2002年文西后 在美国芝加哥自禁 盛雪表示 今天来看朱小华的受贿罪 可以说根本就是无法定罪的 他看到过朱小华的女儿 写给朱镕基的信 称朱爷爷 说明他们确实是有不寻常的关系 但是恰恰是这种不寻常的关系 引起外界的嫉恨 把他往死里打 中共内斗形成丑陋局面 官员都粘在恐怖蜘蛛网上 秦刚案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案一样 因为信息不透明 目前引发诸多猜测 盛雪表示 过去中共高官落马 一般当局都会给一个理由 尽管有些理由是胡编乱造的 或者是似是而非的 但是总会给外面一个说法 现在秦刚李尚福等出什么事 官方都没有给一个具体说法 这凸显了习近平的任性和乖章多疑的特性 他不在乎程序 更不在乎伦理 中共的内斗一直持续 到了今天已经形成了非常丑陋的局面 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到侵袭 习近平自己亲手建立的火箭军 两任司令不见了踪影 一个副司令被抓 另外一个副司令自杀 现在听说几十个中高层的将军都被审查 秦刚涉及间谍的传闻也甚嚣沉上 盛雪认为 有人说秦刚是俄罗斯的间谍 也有人说傅小田是英国的间谍 或者是美国的间谍 有些可能是人们通过一些表象 把他添油加醋分析出来的 但有一点 中共本身是一个内部极端严密 严厉的帮派体系 一旦有人成为叛徒 中共下手一定更狠 盛雪表示 过去这几十年以来 中共之前所坚持的那种意识形态 早已经完全土崩瓦解 现在除了习近平自己 没有什么人还会把共产主义当回事 人们更多的是去追寻权力 金钱地位和利益 现在中共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 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 就是只要这个利益 能够买得动我 什么间谍 特务 这些东西 对中共党人来说 都已经不再是问题 所以有一天有证据证明 傅小田是英国的间谍 或者说秦刚是俄罗斯的间谍 都不应该特别意外 他归结说 中共本身就是一张巨大的 恶臭的一张恐怖蜘蛛网 你粘到上面 就很难脱离开 这是一个悲剧 现在中共这些官员都在上面 喜要清洗谁 很多人是没有任何把握 自己命运的权利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